每年得到在灯会上亮相的霍通献狮 主要由陈姓黄姓两家表演 陈黄两家的献狮艺术各有渊源 各举千秋 这个世所罕见的巨型献偶 是霍通民间文化的精髓 2006年 霍通献狮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作为陈姓现实艺术的传承人 陈兴发很注重对年轻艺人的培养 我们是一定由一代由传一代下去 但是呢我们就一代由传一代下去 也是靠着下代子的人努力不努力 小孩子他高兴 我们也是大人也是很高兴交给他 因为一代我们是接着一代的 现实表演中 由于需要以不断变换的节奏或频率拉扯绳索 艺人不但要有熟练的技巧 还有有充沛的体力 虽然培养新人要耗费很多心血 但陈兴发却有信心 将这项民间艺术传承下去 原先我们的现实只能说传承不成立 这个是原来祖宗上规定 后面呢因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我们不能把祖宗这个传给我们的手上断掉 所以说除了我们现在除了教我们自己本性的 子孙以外还教外信的 我们现在不分性别 不是说理性什么只能传承成性 我们现在为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就打破这个原来的宽宽规矩